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在民进党竞选集会上的表态进行提问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地区选举纯属中国内部事务 台独意味着战争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 我要强调的是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台独意味着战争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 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花园巧语变换说辞 都掩盖不了其试图把岛内民众绑上台独战车的用心 也改变不了台独分子注定失败的结局 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走向统一的大势